第247章 暗门 三天过去了 守候在鬼王十世里的鬼历 他的面色已经从最初的平静 漠然变成了不安 再变做胶着 到现在 已是已经满面的烦躁与不耐烦 对他来说 尽管他曾经做好了这件星盘 毕竟不是普通宝物 参透其中奥秘 需要颇长时间的思想准备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过 居然要三日之久 而且 最重要的是 此刻看来这三日的功夫虽然花去 鬼先生却似乎依然没有什么进展 按他原先的想法 当时鬼先生第一次就触按了这个星盘的时候 便引发了星盘异变 该当时对这件宝物颇有几分心得才对 只要经过数日参户 便不难参透其中奥秘 随之这三日之中 他守在鬼先生身边 只看着鬼先生将这座神器翻过来倒过去看个不停 别说是看得烂熟了 鬼历甚至觉得 鬼先生应该是将那些玉盘中央 不住滑动的小玉块上的骨子都一个个记住了才是 然而鬼先生却显然陷入某种窘境之中 又或者说 在参户这件宝物之上 鬼先生是遇上了极大的难题 数日之下毫无寸进 鬼王居住的时事 相比起胡七山洞窟内其他人的时事 自然是要宽敞了许多 切分为两进 外侧较大的一间 是鬼历与鬼先生参户星盘的地方 内侧较小的 自然就是鬼王的卧室 虽然鬼王不在 但这三日来 鬼历和鬼先生都没有踏进内侍一步 以他们二人的道行 莫说三日三夜 便是十日十夜不睡也尽可以支撑得住 只是最难熬的地方 仍是等待二字 三日来 鬼历寸步不离这间时事 猴子小灰也自待在这里 不过猴心好动 这三天不挪地方 可把小灰给憋坏了 只见此刻鬼历与鬼先生二人 仍是大眼瞪小眼地望着那件星盘宝物 三日下来 他们也都懒得去理会小灰了 小灰在这间时事里 东跑跑西窜窜 三日下来 也早就将每一个角落都看得熟悉了 这时 他跳上了鬼王平日里的那张大书桌 换了平日 鬼王宗上上下下可没有一个人当敢如此 但此刻天高皇帝元 居然没人来管他 小灰百无聊赖 在大大的书桌上一会儿躺下 一会儿又爬起 一会儿手无足蹈 一会儿又四脚朝天 到了最后 终究独自一个太过无聊了 值得又善善坐起 伸手不停地抓着脑袋 嘴巴里发出嘀嘀的 吱吱的声音 四处张望 想要找点乐子 这件时事虽然宽敞 但也没有大到夸张的地方 所以很自然 他的眼光看到了内饰 小灰挠了挠脑袋 回头向鬼丽那边看去 只见鬼丽脸色阴沉 看去颇有几分力气浮现在脸上 显然心情大大的不好 而鬼先生则是聚精会神地研究着手中那件 散发出淡淡白色柔和光芒的星盘 肩中偶尔抬眼 也是看了鬼的一眼 便又把目光收了回去 那二人显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星盘之上 就算多出的一点警惕之心 最多也是看看对方而已 没有人多管这边的猴子 哪怕一星半点 小灰耸了耸肩膀 嘴巴一撇 嘖嘖地嘟弄了两声 尾巴摇晃了两下 转过身子 向那间内饰看了一会儿 随后从书桩上跳了下来 慢慢地走了过去 鬼王的居所时事中摆设并不奢华 相反十分简朴 显示出这里的主人并不在意世俗的奢华享受 外间如此 内饰也是如此 一张木床 一张圆桌 三把圆凳 周围石壁上挂着四幅字画 第一幅是山水血液 淡漠留白 颇有出世之意 第二幅是花鸟迎春 鸟飞花上 春意盎然 第三幅画的是丛中卧虎 意境却与前两幅不同 虎气凛然 威势凛冽 赫然有雄士天下之意 小灰自然不懂什么字画意境的 什么山水花鸟在猴子眼中如白布无依 倒是第三幅卧虎之画 虎微凛凛颇为逼真 小灰出界还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呲牙咧嘴地对着墙上那只老虎做了个鬼脸 呸了一声 吐了吐口水 这三幅字画 一字并排挂在内饰石壁上 彼此相应 虽然画中意境大意齐去 但看去居然隐有一分和谐 自成格局 而与这三幅画相对的 在另一侧的石壁上 却只孤零零地挂着一幅画 画中并非山水 也非花鸟 而是一位美丽的妇人 这画卷乃是公笔之画 极尽精细之道 那美丽妇人身上小刀戒指 耳钉 竟是逼真至极 更不用说面上端庄秀丽的容貌了 令人看去不由自主 生起爱慕之心 可谓是视所罕见的画中真品 只是 在人双眼中的画中真品 在猴子的三只眼里 自然就要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 小灰看去毫无惊艳动容的表情 瞄了几眼 又回头去看那只老虎的画像了 不知道在猴子的眼中看来 真正的好画是什么样子的 或许该当是唯妙唯笑的画上几只猴子吗 猴子到底喜欢画的什么人物 自是无从得知 不过此刻小灰最关切的 显然还是那幅画着从中卧虎的画卷 他三尺眼睛眨了眨 跳到画卷下方 抬头向画上看去 那画中之虎 威风凛凛 功力也非同小可 比利雄见 既有猛虎破话而出 仰天长笑 万寿振服之感 小灰看了好久 忽得又转身向外面看了一眼 却见外间那里鬼丽与鬼先生的身影都已经被石壁遮挡住了 看不见那世的情景 而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外面也没有动静 显然仍是无人注意到小灰的动静 猴子回过头来 伸手抓了抓脑袋 片刻之后 像是突然下了决心 众身猛然一跳 竟是从地面高高跃起 这三幅画卷本都是挂在石壁之上 下面除石壁之外 并无桌椅等可攀爬之物 一般来说 普通猴子等畜生是够不着的 只是小灰又岂是普通猴子 这一跃之下 居然就跳到了画卷的顶端 猴爪一伸便轻轻松松地将这幅画取了下来 只是画卷颇长 随着小灰的身子落下 收拾不住 发出了啪的一声响声 掉在地上 这一声响动虽然不大 但外面那两人都是何等人物 邓氏便惊动了他们 片刻过后 鬼力在外面的声音传了过来 略带疑惑地叫了一声 小灰 缩缩 缩缩 随着一阵脱地怪异的声音 在鬼力与鬼先生二人的目光注视下 灰毛猴子从鬼王十世中跑了出来 同时 手上抓着一幅画卷 另外有大半的画纸散落开来 拖在地上 被他从室内拖到了鬼力面前 鬼力和鬼先生都是呆了一下 小灰手上紧紧抓着那幅画 跑到鬼力跟前 口中吱吱吱吱地叫个不停 鬼力皱着眉头 伸手将那幅画拿了过来 展开一看 却是画功精巧 比例雄剑的从中卧虎图 他上上下下打凉了两眼 看向小灰道 你拿这幅画做什么 小灰蹦了起来 手舞足蹈 面上神色大是兴奋 双手挥舞 或指着画中猛虎 或虚空画了个奇怪的图案 不一会儿又手指北方 忙得不亦乐乎 只把在旁边的鬼先生 看得是眼花缭乱 他虽然学识渊博 视所罕见 但对于这只三眼猴子的猴语 自是一窍不通 满腹疑问之下 值得转眼向鬼力看去 谁知 看鬼力面上神情 居然也有几分错愕 看着小灰的动作 以及不停发出吱吱的叫声 鬼力又向那幅画中看了一眼 迟疑了一下道 你 莫非是觉得这幅画里的东西 很像大黄 所以想把这幅画带走 日后送给大黄 小灰立刻频频点头 鬼力虽然此刻心情不好 但仍然有点忍不住 这画中猛虎栩栩如生不假 但虎威雄烈 就算是卧服草丛 也凛然升威 其实大竹风上那只虽然毛色光鲜 但奇懒无比 好吃贪睡的大狗可比的 更何况 鬼力看来看去 尾时看不出这只猛虎 到底有哪一点和大黄相像的地方 看来猴子的眼光与人类 果然是大不相同的 不过错愕好笑之后 鬼力却也想起了 在千里之外的大黄 还有那一座 在回忆中带着温暖的山峰 片刻沉默之后 他嘴角有淡淡的笑意 面上神情也柔和了许多 低声道 这幅画是鬼王宗主的 眼下不好拿走 不过你放心 回头啊 我替你向他要来就是了 说着 他手上轻轻地将这幅 从中卧虎途卷起 放在了一旁 鬼先生忍不住问了一句 大黄是谁啊 鬼力顿了一下 随后淡淡地看了 鬼先生一言道 一只狗 鬼先生一致 一时说不出话来 随后咳嗽一声 也不言喻 便把目光转回了面前的星盘之上 鬼力摸了摸小灰的脑袋 轻声叮嘱了他两句 无非是叫小灰不可再四处乱跑的话 便也再次将注意力转到了星盘之上 毕竟在他的心中 参悟星盘 才是眼下的头等大事 小灰在他二人身边坐了一会儿 很快又无聊了起来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 换了谁 在这两个人身旁待了三天三夜 却只是看他们做着同一件事 也都是会烦的 更何况是天性好动的猴子呢 这时鬼先生似乎发现了什么 忽然指着预盘中央那些 移动的小玉块对鬼力道 我看这个宝物的关键处 便是在这些不断滑行的玉块之上 鬼力缓缓点头 显然心中也是同意这个看法 但眉头随之轻轻地皱了起来道 但我们看了三天了 却仍然没有看出这些玉块 为什么能自动滑动 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鬼先生沉吟片刻道 你可曾觉得 这些玉块的滑行轨迹 与天穷星斗运行颇为相似 鬼力的身子一震 随即紧紧地盯着星盘 扮上之后击掌道 果然有几分道理 鬼先生道 其实老夫也没有什么把握 但感觉的确如此 只是纵然这些玉块滑行 为天穷星斗 但仍有许多看不破的谜团 老夫认为 若要参悟这件宝物的最要紧处 当时在这些愉快的 骨字池上 鬼力缓缓点头 二人不断交谈互相回答 很快便再度沉浸到 这件星盘宝物之上 在他们二人身旁的小灰做了半赏 又转身离开了 时事之中 不断传来鬼力和鬼先生 不时响起的低声轻语 小灰东张西望地 看了片刻 百无聊赖之下 又悄悄地走进了内室 刚刚被小灰从墙壁上 扯下画卷的石壁上 露出了几分痕迹 与周围石壁又淡淡的颜色差异 看来这幅画挂在这里 也有一段时事了 只是这内室之中 除了石壁上的四幅画 便只剩下木床桌椅 便再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了 小灰东摸摸西蹭蹭 不久之后又无聊了起来 就在他实在无聊到极点的时候 呼得三只眼睛猛然一亮 像是发现了什么 随即连蹦带跳 整个身子突然跳到 鬼王的那张大床上 也不管弄脏了床上的背书 居然就在上面打滚翻腾起来 这石室中摆设 虽然简朴 但却十分干净 想来鬼王自己 也是个喜爱干净的人 不知若是他回来之后 看到这样一幕情景 会不会气得蹊跷生烟 不过此刻小灰是不会去管那么多的 反正眼下没人管着他 他自顾自的在床上闹腾跳跃之间 似乎 在这张床上的某个角落 碰到了什么东西 整张床突然震动了一下 随后 在床紧靠的石壁上 竟是悄无声息地裂开了一条大风 然后慢慢无声地向两侧退开 露出了一个可容易人进出的大洞 小灰 早在床震动那一刻 依然感觉到了什么 跳了下来 趴在地上 眼中惊疑不定地看着 直到看到石壁上 悄无声息 露出了一个暗门 他才慢慢地站起来 向暗门里边看了一眼 却见里头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但也没有跑出什么凶猛怪物来 而那神秘的黑洞 此时看起来 倒似乎对百无聊赖的猴子 有了几分诱惑之意 似乎在向他轻轻地招手 小灰抓了抓脑袋 回头向后面看了一眼 外间石石大理 鬼力与鬼先生 又陷入了一片沉默 看来又是一段 漫长的参悟日子 三眼灵猴转过身来 呼得咧开了嘴 笑了笑 做了个鬼脸 随后轻轻跃起 却是钻入了 那暗门黑洞之中 不消片刻 身影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一阵若有若无的风 从石壁上 那个神秘黑洞中 轻轻吹出 带着几分淡淡的血腥之气 一入石壁暗门 小灰在额头正中的第三只眼睛 便隐隐地金芒一闪 发出几分异样的光亮来 在这淡淡的金灰之下 原本黑暗的洞穴 也隐约看得很清楚了 既容易人多高的通道 令人行走其上 并非十分顺畅 但是对一只猴子来说 却可以算是绰绰有余 小灰带着几分冒险刺激的感觉 在这个通道中走了小半赏 随后他便感觉脚下呼得一沉 这通道却是向下方拐了下去 通道两侧的石壁 渐渐地向下深入 也逐渐地显得有些潮湿了起来 有些地方甚至都有水珠 在黑暗中轻轻地滴落下来 寂静之急的通道里 只有小灰的身影 在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且方黑暗中还不时吹来着 带有一样的淡淡血腥气息的清风 这条下坡的通道并不陡峭 但却颇长 小灰走了好久 算来应该是 深入了胡琪山地底深处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小灰忽然停下了脚步 在前方遥远的某个地方 忽然有一道淡淡的红色光芒亮了起来 猴子在通道中站了一会儿 似乎有些犹豫 片刻之后 他回头向来路看了一眼 伸手抓了抓脑袋 像是迟疑 是否要回去跟主人说一声 只是前头那一点红光 却似乎像是诱惑一样 轻轻地闪烁着 终于 猴子还是吱吱叫了两声之后 向前小心翼翼地挪动去了 离那红色的光芒越来越近 通道之中 原来轻微的血腥气息 也就慢慢变得浓烈起来 小灰面上的神色 也渐渐变得有些紧张 伸出鼻子在空气中闻了闻 眼中有些惊异不定 不过到了最后 眼看那红芒就在眼前 他仍然是向前去了 终于到了红芒跟前 原来 这是这条通道的另一个洞口 小灰从这里探出脑袋 张望了几下 一纵身跳了出去 片刻之后 他已经置身于 比刚才那条通道 宽敞数倍的大道之上 这条大道除了小灰进来的那个通道 另外居然还有一个通道连接 就在小灰跳下的通道旁边 但黑沉沉的 一样阴沉无比 也不知道通向哪里 而大道的另一侧 则是一反刚才通道中的黑暗 大为光亮 尤其是鸿芒闪动 在大道尽头 闪亮不停 看来刚才小灰在通道里 远远望见的便是这里的情景了 仍是空无一人 即便是那光亮鸿芒的尽头 也只是光芒闪烁 并无什么异声 小灰闻了闻空气 这里的血腥气 已经浓得像是化不开了 而片刻之后 小灰的目光呼得一宁 落在自己刚刚进来的 那个通道入口上 原本亲自的石壁 到了此处 竟然变做了暗红之色 而石壁之上潮湿的地方 缓缓滴落的水 在光亮中 赫然鲜红之极 宛如鲜血 一滴 一滴 缓缓的滴落着 小灰额间的金眼光芒 渐渐亮起了 注视着那血猪半赏之后 它缓缓回过身 看着远处那闪烁的红芒 好一会儿之后 猴子再一次迈开脚步 向那边走去 鸿芒诡异地闪动着 像是有灵性一般 轻轻吐息 徐徐延展开来 将慢慢走来的猴子的身影 淹没其中 这时已是深夜了 虽然在湖岐山洞窟之内 不能明显地感觉到日夜更替 但在山洞之外 夜幕下的苍穹里 繁星点点 星光闪烁 仍是像无数个过往日子一般 洒向了人间 也在黑暗的光秃秃的 湖岐山上 照亮了些许的地方 星光之下 忽然从远方飘来一个白色的身影 清零飘逸 看去似乎没有丝毫的重量 像风中落叶一般 被山野之间的夜风吹颂而来 缓缓落在了湖岐山山顶之上 急着淡淡的星光 白色窈窕的身影转了过来 秀眉水目 冰雪肌肤 挥不去的一股淡淡妖媚 令人怦然心动 榴莲在眉目之间 正是九尾天湖小白 此刻小白峨眉紧锁 面色也少见得有几分沉重 她站在湖岐山山顶之上 夜风嬉戏吹来 周围光秃一片 没有一点树木可以遮挡风力 只把她的衣袍吹得飘舞不定 更显露出她风于诱人的身姿 小白缓缓地向四周看去 如今的湖岐山上 到处都是乱石沙粒 不要说树木了 竟是连一株杂草也没有 看着这一派荒凉景色 谁会相信 不过数十年前 这里还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呢 别人不知道 小白却是知道的 因为湖岐山方圆一带 正是狐妖一族祖辈发源生活之地 她自小也是在这里长大 这里的山山水水 一草一木 对她来说都不同于其他地方 只是那一切不知何时 都诡异地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面前这一片的荒凉 小白慢慢蹲了下来 伸出白皙的手掌 从地上轻轻抓起了一把泥土 不 应该说是沙土 湖岐山上 土地归裂 剩下的只有沙粒了 坚硬的沙石 在她娇嫩的手心散开 小白仔细地看着手中的沙土 双目一芒闪动 似乎要从这些小小的沙粒中 看出些什么一样 过了片刻 她缓缓合上手掌 握成拳头 向下轻轻地松开 沙粒从她指缝之间 悄无声息地滑落 但在半空之中 就被从远方吹来的夜风刮走了 在星光下反射出 淡淡的一丝亮光 消失在夜幕下黑暗的远方 这里的沙粒和其他地方 并没有两样 小白缓缓地站了起来 抬起头仰望着漫天繁星 星光洒落在她的身上 似温柔的手 轻轻抚摸着她的身躯 安慰着她 突然她双目猛然一睁 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接下来 却不见她做什么大动作 反而是颇为奇怪地 突然抬起脚来 像是俗世人间小姑娘 生气撒娇时的动作一样 重重地向地面踩了一下 噗 低沉地闷响 在夜风中响来 随风飘荡开去 一阵沉烟泛起 又在风中轻轻落下 片刻之后 忽然从小白的脚下地面中 噼里啪啦地传来一阵怪异的声音 连绵不绝 竟是想了小半盏茶之长的时间 然后才渐渐地平复了下来 小白嘴角一脸 白色的身子忽如扶平一般鸟鸟升起 如被风托起一般 曼妙无比 但她一双眼眸水盈盈的目光 却只是盯着脚下地面 片刻之后 她身在半空 呼得袖袍一展 却是向地面扶了过去 这一扶的尽道居然不小 连夜空中也顿时响起了几声 破空锐笑之声 当绣袍扶过地面 顿时只见沙飞驶走 烟沉乱舞 而在半空中的小白也没有停顿 绣袍连续地向下挥舞而去 连续扶了七次之后 地面上烟沉 已然成了一条灰色的小小龙卷风 其中满颊着碎石沙粒 急速地旋转 在夜幕星光下席卷而上 小白轻笑了一声 身形猛然又拉高了一丈有余 星光之下 她白影飘飘直如仙子 令人眩目处 又别有一番诱人心魄的美丽 随着她身影升高 那属沙粒组成的龙卷风 邓时也被一股无形之力 猛然拉扯而上 但却是向着小白的相反一方 豁然吹出 那风速何等之快 不小片刻 这夹杂着无数沙粒的风柱 已然完全落向了远处 黑暗中不断传来轰鸣之声 想来都是那些石块 砸到地面上的声音 而在小白的脚下 原来的胡琪山山顶之处 却是出现了一个宽六尺 深阙达杖鱼的大洞 小白举手投足之间 便在坚硬如铁的山峰挖出如此一个大洞 这份道行已是惊世骇俗了 不过若以她千年道行的九尾天湖来看 倒也不算是出乎意料 只是小白显然并非是深夜无聊跑到这山顶挖洞的 她从半空中徐徐落下 她一双眼眸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洞穴 白色的身影直接向这个深坑里飘了进去 一旦进入深坑 小白的身子下降速度便突然变得极慢 似乎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她的脚下拖着她的身子一般 而她也紧紧地盯着大坑的坑壁 急着天上淡淡的星光凝神看去 白皙的牵牵束手 按在粗糙的石壁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种异样的感觉 但小白却浑然没有注意到这些 她只是顺着自己的手掌 顺着自己的身子缓缓地降落 仔细地看着坑壁上 映入眼帘的是青灰色的石壁 粗糙而坚硬 触手处也冰冷无比 接着随着小白的身子慢慢下降 她的目光也缓缓下落 下降了一尺 依然是青灰色的岩石 没有丝毫变化 和上方以及这世界上随处可见的山脉岩石一模一样 她继续在下降 白锡的手掌扶着岩壁上轻轻落下 两尺渗的地方 仍是一样的青灰色坚硬岩石 三尺 四尺 五尺 没有任何的改变 依旧是那么坚强的岩块 冰冷的感觉似乎已经传承了千万年 到如今突然得见天日 从岩壁粗糙的表面冰冷地散发出来 小白的面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身子依旧在轻轻下落着 片刻之后呼得她的目光一亮 身子随即在半空中一震停了下来 在距离地面六尺之深的岩壁上 在她白锡手掌的旁边 终于坚硬的岩石上出现了第一次的异样 一道淡淡的红痕 如细小的血丝出现在石块之上 小白紧紧地盯着这道细小的红痕看了许久 呼得嘴角露出里丝冷笑 随后身子又徐徐地向下落去 她的目光仍然继续盯着石壁 果然随着她的身影渐渐下降 在她的眼前出现了更多的异状 原本应该是越往下 越坚硬的清灰之色的岩石 此刻呈现出来的却越是往下 石壁之上的红痕越来越多 颜色也越来越深 到了一丈多深的坑底之后 小白缓缓地转身看去 在她眼前 赫然已经是一片阴红如血色的岩壁 粗大的裂缝随处可见 而在她的周围 岩壁上不再是冰冷的气息 而是散发一股浓烈的血腥气 那一股触目惊心的血红 那一种疆欲世人的恐怖 小白的眼中流露出掩饰不了的厌恶 冷哼一声 身影一动 白色的身影冲天而起 飞出了这个洞穴 落在了深坑的旁边地上 夜幕中的星光洒下 重新落在她白色的身影上 如水一般 洗去了刚才恍如噩梦一般的情景 小白脸色淡然 深呼吸了一下 迎着远方吹来的夜风 仰手看天 片刻之后 她呼的一笑 低声低语道 哼 千百年了 总是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 要做些蠢事出来 到底下场如何 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哼哼哼哼 冷冷的笑声 在夜风中轻轻地飘荡 随风而去 不知飘向了世间哪一个角落 而夜幕下 星光里 那一个白色的美丽身影 依旧矗立在群山之顶 迎着风儿 带着几分一世惊艳的美丽 孤单而寂寞地站着 这一个深夜 似乎同样 还有很多人睡不着 像是什么事 萦绕在心头 而有莫名的情怀一般 人总是有些 说不出来的感觉 胡奇山洞窟之内 鬼丽与鬼先生 依旧聚精会神地 参悟着星盘 他们已经到了 颇为关键的时候 以鬼先生之渊博学识 居然已经勉强推断出了 几个玉盘之上的古字 虽然说 暂时并未参透星盘傲弊 但显然已经比之前 要好的许多了 而鬼丽在这份紧张之中 呼的心中似有所觉 目光从星盘中离开了片刻 看了看四周 只见身旁空荡荡的 小灰也不知道 又跑到哪儿去玩了 又或许是找个地方睡了吧 他眼角于光一闪 落到了身边 已经卷成一卷的图画上 沉默了片刻 似乎想起了什么 嘴角露出了淡淡的一丝笑意 只是这笑意虽然温暖 却消失得很快 他轻轻甩了甩头 像是抛开了什么此刻 不应该去想的事情 随后又钻到了那件 奥妙无比的星盘之中 在胡奇山山腹内的 另一个地方 寂静的寒冰石室内 烟气轻轻地飘荡着 碧瑶仍旧安静地沉睡 而他的身旁 鬼王默默地端坐着 花白的头发 从鬼王头上垂落了下来 提醒着年华已经老去 而身旁沉睡的人儿 更让他隐隐地心疼 这样一个深夜里 他却如这十年中 无数个夜晚一样 没有睡意 他静静地等待着 等待黎明 等待着明天 也许到了明天 真的一切都将改变 他的手 没有意识地握紧 抓着拳头 遥远的千里之外 同样寂寥寂静的深夜 高高的青云山小厨峰上 夜风呼啸 竹桃阵阵 陆雪奇从睡榻上 缓缓坐起 这一夜 他不知怎么 就是睡不着 辗转反侧 是为了谁 他轻轻下了床 没有穿鞋 就只帮光着柔白的脚 走在地面上 从脚底传来了一阵凉意 这地面清凉 如水一般 他走到窗边 伸手推开了窗子 那漫天的星光 如水波流动 顿时洒了进来 将他绝美的容颜 硬地增加了几分光辉 陆雪奇静静地凝望着天气繁星 一动不动 这样一个深夜里 远方的人 是不是也同样在星光之下呢 那淡淡的星光 有没有一样地洒在他的身上 他静静地凝望着星空 再也没有移动 就像是他也在期待着什么 星光淡淡 却仿佛永恒不变 看尽了人间沧桑 看破了恩怨情仇 也许明天会好的吧 他在心里 这般悄悄地想着 明天 又会是怎样呢 没有人知道